各位,人生在世啊,难免遇到尴尬的时刻 比如说,我有一位观众朋友呢,前两天就小小的丢了点人 干什么呢?他去给他一好朋友,当伴郎 当伴郎,大家知道啊,要负责挡酒嘛 大家来敬新郎的酒,他得挡一下 那可是呢,这个三杯五杯之后不顺酒粒 酒精上头之后啊,这就有一点圆形毕露 抱着人伴娘呢,就非要亲 人伴娘跟他也不熟啊,你干嘛呀,你问家了吗 就是我这脸啊,这个彩妆嘛,很贵啊 你给弄花了,不合适 所以伴娘呢,就拒绝了他 那他呢,就转而攻击新郎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抱着新郎也想亲,男女通吃 新郎也不能同意啊,你开什么玩笑 你又不是伴娘,你来亲我干嘛呀 对吧,不合适啊 新郎就拒绝 那这个推壤之际 他一气啊,就把一杯酒 泼在了新郎的脸上 弄得小有尴尬 那索性呢,大家很多年的朋友啊 谁也不至于计较 这个酒后表演嘛 各种洋相出了,也没什么奇怪的 其实啊,人生在世 就我而言,一大乐趣 就是互上三五好友呢 齐聚一堂 这个把酒言欢啊,一往西 然后呢,这个探今朝 然后这个期待明天会有更美好的事情发生 对吧 这两天啊,就有一事 也是一朋友,一女的啊 他呢,也找了一堆朋友 聚起来一桌,十个人 可是呢,这就尴尬了 怎么回事呢 就是这女的啊,跟这朋友 宵夜啊,在咱们云南 宵夜 宵夜呢,应该说挺愉快 这中间这女的呢,内急上厕所 厕所一上啊 也没上多久啊 你想这个厕所能解决多少时间吧 除非你在厕所里面 干点不属于该在厕所里干的事 否则你正常时间很快 结果就这么一点时间出来一看 呦,这一桌本来做的满满的人 一个都不见了 全不知道跑哪去了 那怎么办 那得买单啊 这一问多少钱呢 你说十个人一块吃 吃了多少呢 五百块 也不算是天文数字 可是这女的呢 身上就带了二百块钱 这就不够了呀 这就没法结账 就被人扣了 扣了就报警 警察同志就过来协调一下 说你吃饭你得给钱啊 你就说我不给啊 一群人来的怎么就让我呢 我身上钱也不够啊 那这警察呢 就拿着女的电话 打电话给他这些朋友 结果呢 这里面这一共九个不十个人呢 就是就有一个接了 其他全把他给拉黑了 或者不接电话啊 就是这个不读不回 不理不理他 就一个接了 接了的这人说呢 说这女的说好 她请客的呀 咱们才走的呀 怎么现在还让我们给钱呢 那这警察说 那你们这钱不够啊 她身上钱不够 你怎么办呢 你先凑一下啊 她说那行吧 我出六十啊 说是出了六十 最后这钱也没送来 其他的人根本找都找不到 这就很尴尬 后来这女子呢 无奈之下 她就被扣在这了 怎么办呢 就只好是啊 这个打电话 喊她另一个朋友送钱 才把这单买掉 那这个事啊 很多朋友当个笑话看 确实是也挺可笑 也挺有意思啊 可是我就觉得 这背后呢 还有些蹊跷 有些说不通啊 我们先来看看啊 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就这帮人呢 是真来一块吃饭的 没想要说这个吃把王餐啊 是准备要结账的 那准备要结账 那就无非三种情况 一种是来之前 没说好到底谁买单 就大家一块来吃 吃完之后再说 这是一种 那这种情况 这九个人跑掉呢 当然就有点不上道 可是坦白的说 我也不觉得奇怪 为什么我自己就亲眼见过很多次 尤其是在什么场合啊 就是第一顿饭吃完了 说大家一块去唱个歌吧 去唱歌的时候 最容易出现这事 大家全都拿 这一秒钟还在那儿 银行高歌呢 哎呀各种唱的 喝酒喝酒 咬甩的 然后这个时候 又不是要买单吗 啪这个灯一亮啊 这服务员少爷说 哎呦这几位 你看谁买单啊 这刚才每一个身龙火虎的 突然全瘫倒在沙巴上 喝多了喝多了 不行了 就全都是这样 然后只要有一个人买了单 这几个刚才喝多的 全都哎呀 来了继续唱 再唱一会再走 都这样 这说实话 我真是见了 不知道多少回了 倒也不奇怪 所以如果说一开始 没说清到底是谁买单呢 那就你这倒霉啊 交了一帮损友 吃完拍屁股走人的 那怎么办呢 以后就少跟这帮人啰嗦了 对吧 那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朋友说的是真的 就是确实是该这个女的买单的 那人走了 当然是不合适 起码应该打声招呼再走 可是人走了之后 那本来你说你要请客的 这时候你掏不出来钱 也不合适 那你身上等于你诚意也不足啊 身上一共就200块钱 请十个人吃饭 你是一人吃碗 馄饨吃碗面条差不多 你去吃宵夜 那这一大堆的 显然也是 可能就说明这女的一开始就抱着 到时候说我钱不够 让大家凑的这么一个想法 那所以这帮人走了 其实也没什么啰嗦的啊 第三个呢 就是说好了AA的 这个结果呢 这九个人跑了 那就是糟糕透顶啊 这还是遇人不输啊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一个疑点 是什么呢 就是不管是说好AA的 还是说好女的请客 还是没说清楚怎么着的 一般啊 十个人去吃 要跑呢 跑一半是最多了 比如说有五个人跑了 剩下五个没办法分了买单 说这九个人趁着女的上厕所 这一刹那的功夫 一起全跑掉了 这个说不通啊 一般不至于这样 除非这个女的平时惹人憎恶 就是骗吃骗喝比较多 动不动腰着大家一块吃 说我买单 我怎么样 就他每次都不买单 要他掏钱的时候 哎呦我钱包没带 哎呦我手机可以 哎呦我手机没电 我这有充电宝 哎呦我接口不一样 充上 说不我这个三个接口都有 你扎 插上去 我怎么充不上去 我手机都坏了 我没钱换手机了 怎么办啊 你看这还怎么让他买单 对吧 肯定是平时有这种可能性啊 就这女的平时没少干这种事 找着各种借口淘单 这一回呢 朋友们商量好了 得治他一治才刻意搞这个集体大逃亡 这是有这个可能性啊 等于说刚才说的这些可能性都什么呢 都是大家是预备着是要买单的 无非是是不是要让这女的买单 还是怎么着 没想着要逃单 可是呢 这是一种可能性 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想到这一层呢 说明咱们的观众朋友啊 都比较善良 都是正直的人 像我这种啊 始终无法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啊 我就觉得这个事可能还有另一番 怎么回事呢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啊 我说啊 一种可能性 什么呢 就是大家这十个人的时候 一起去吃的时候就约好了 今天我们就得吃把王餐 到时候找机会啊 上厕所怎么怎么着的 就跑了 说好了的 可是在操作的时候呢 出了一点问题 就这女的她去上厕所啊 等于说哎 我有个人在厕所啊 那么其他的同这个同桌的呢 陆陆续续走了 老板也不会再 因为有一个人在我这上厕所啊 然后这女的呢 等这些人都走了之后啊 想办法再溜 这个可能是不是商量了 这么一个操作的流程 但在溜的时候呢 出问题了 就那几个人顺利跑掉了 可这女的从厕所出来的时候 想溜的时候 可能被老板给堵住了 你如果不是这样 老板就这么决绝的 就立刻就报警吗 也不合理 对不对 就把他给堵住了 老板可能有警觉 遇到过这种事 我们看那个电视剧啊 深夜食堂里不也有这种事吗 有一哥们每回都是 点一个菜 然后出去打电话 回来继续吃 再点一个菜再打电话 三两回之后 大家觉得出去接电话很正常 结果吃了个四五回 再出去接电话 人就不见了 跑了 这种事真的是 也挺多 开饭店的人 尤其是这种开放式的宵夜嘛 它是类似于路边 他那种开放式的格局的 跑单的 肯定是平时能够遇到过 所以老板的警觉性也很高 一看就怎么怎么 这桌陆陆续续都走了 问问 这桌单买了吗 没有呢 还有人在这上厕所 哦那你看紧她 你看紧她 千万没给她跑了 没准她就是想要跑的那个 他们商量好的 给我下套呢 完全是有可能 所以这女的想跑的时候 等于因为这个店家 已经充分了提高的警觉性之后 发现 又这女的鬼鬼髓 干嘛啊 你干嘛啊 我上厕所呢 那我那些朋友呢 你朋友都走了 那你就你买刀 你买呀 这女的 哎呦 糟了 我没跑掉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啊 咱们呢 也不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我实在是觉得这种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 其实无论是朋友之间说好了谁请客 最后赖账 还是说说好了AA制 到他A的时候人就不见了踪影 又或者说朋友们商量好 一块去吃霸王餐 这几种情况其实都不罕见 其背后原因何在呢 我觉得其实是千丝万缕的 有各种可能性 人缘不好 一群混蛋 又或者说对店家不满意 各种可能性啊 但是实事求是的说 大家都不容易 我觉得去无论你想干什么坏事 勿以恶小而为之 多少怀着一点同理心啊 人老板忙一晚上容易吗 对不对 所以啊和大家聊聊这件事 提醒大家真的再说一遍 勿以恶小而为之啊 千万不要整天想着吃个霸王餐 没关系 这啊你看有的时候一步一步的上去之后 最后就控制不住啊 今天是吃霸王餐 明天呢去人家这个弓箭馆啊 弓箭馆 这个去练习射箭也不给钱 就改了霸王硬上宫 这就不合适了 对吧 好这个话题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啊 其实今天呢 我是准备了两个话题 一个呢是这种啊 相对来说 比较屎尿屁的 一个呢是比较严肃的话题 我很犹豫到底要说哪个 整天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吧 我觉得掉份儿 可是呢 说点严肃的呢 又没人看 我很犹豫 最后我就制硬币 登登登 制了几次 最后啊 老天告诉我啊 要说屎尿屁 那你看没办法 我觉得做节目 做的人都有点神经病了 这会儿呢 是制硬币 没准过两天啊 就得焚香沐浴 就先得这个啊 这个占卜一下啊 再过两天 就得不知道得干成什么样了 弄得人都有点神经病 嗯 其实啊 没办法 现在因为你各种东西 信息被推到你的面前 人很容易焦虑 人一焦虑啊 就好像搞得要什么 求神问佛 是 当然啊 玩笑 好吧 就是这么多内容啊 接下来还是要做个小广告 还是把我的淘宝店放一放 那淘宝店呢 就是几样产品 一个是零食包 一个是大家谢 呃 还有呢 有一些收费节目 其实里面有一些 真的是不错的 我再向大家推荐 我做的这个呃 即时时日谈 推理时日谈和力雪 三个这个读书类的节目 我觉得水准是不错的啊 谢谢大家的收看 也谢谢大家捧场 那么本期节目到此为止 咱们下期 再见